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统治期间,土地上实行分封制度,然而哪会有绝对的公平公正,所以成吉思汗因病去世后,他儿子之间的问题从这里就埋下了伏笔,帝王人家自古以来就总是被权力所游戏,成吉思汗家族自然也不例外,蒙古奉行草原继承法, 前提应该就是不是笛子就没有继承权,此时而成吉思汗却可将寒位传给了他的次子倭阔台,尽管受到父亲的传位,倭阔台却仍然十分不安,因为族内最大的兵权还握在他的次第托雷手里。 在窝阔台的担心受怕之中,托雷却做了一个让窝阔台感到暖心的事情,托雷公开宣布自己将拥护窝阔台的统治,此时窝阔台十分动容,并且承诺在自己死后将会把可汗之位传给托雷家族,所以这场权力之争的风波并未掀起将告段落。 父辈维持下来的和谐并不能阻止此代的争端,权力的诱惑太大,极少惹人愿意相掌。 窝阔台生前对托雷家族的承诺在他死后被撕得粉碎,窝阔台死后,他的儿子贵游立即即位,这一做法令托雷家族即位不满,甚至出怒了其他部罗的首领。 托雷的长子对此事尤为不满,但是他深知以自己如今的实力,如果此事夺权,自然是没有几分胜算的。 极为聪明的他,表面上对贵游公顺,私底下积极联系对贵游不满的反对势力。 窝阔台登基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在他死后,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的蒙哥一举登上可汗之位。 蒙哥上台后,马上开始打击报复沃克台家族,安耐之后,想要攘外,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于是,蒙古和宋朝的惨烈之战便拉开序幕了。 蒙哥发动战争之后,出师未捷身先死,突然暴毙后,他的帝国又处于了动荡中。 蒙古国的高层们必不能容忍这样的危机,不会坐以待毙,所谓时事造英雄。 蒙哥的一个兄弟,忽必烈立马派案做出决定,把攻打宋的一线兵力召回到他所设的大本营,然后又采用了许多方法,巧妙地化解了军中无王的危机,一并阻断了混乱的蔓延。 忽必烈首先调动忠于自己的武装,在调集自己的二十万亲信兵力之后,与自己同位王位竞争者的阿里布哥进行决斗。 对方不愿,忽必烈就逼迫对方就范,当忽必烈以明显的兵力优势赢了之后,又假惺惺地搞了一个可汗选举大会,在这场自导自演的选举盛会中登上可汗的宝座。 忽必烈的即位并未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大家并不会买这出戏的账,因此此时的他并未得到可汗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反而是在把他的国家往分裂的方向推动。 他借助武力压迫来进行政治变动,更成为了他的反对派对其加以声讨的借口。 在权利结构的设计方面,忽必烈重用汉族世人进行统治的方法,更让不少蒙古贵族对此嗤之以鼻。 忽必烈时代的蒙古帝国,注定要再次经历一场血雨腥风的洗礼。 在忽必烈登上大汉之位之计,除了要面对来自及中亚与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曾受到拓雷家族打击报复的窝阔台家族等煽动的叛乱外,还要尽可能地维持其自身在其他兄弟国家的宗主地位。 此时,大汉的威严在忽必烈时代的蒙古帝国已荡然无存,而代替这份威严的,则是由忽必烈的大元政权与其他几个兄弟所建立的韩国并存。 在此之后,他们虽从在外交上尽力维持表面的团结,但是却在独立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蒙古帝国的分裂局面至此已完全形成。 感谢观看